小红书看到的啊 这些红书上说的这个话题呢 说有些老人呢 老年妻子老年可怜 完全是活该自长的 自作孽不可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恳之受 这么说的 平时呢 这个老人呢都是女儿照顾 住院呢 男的儿子回来守夜一晚 心疼的破口大骂女儿 然后呢 跟孙女儿不断的心疼说 孙子几千块钱工资 租房吃外卖 上班时间太久 然后呢 却嫌弃孙女儿一个月 这个工资不到两万 他那个孙子呢 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 他孙女儿呢 是两万块钱的工资 然后呢 嫌弃孙女儿赚钱少 然后呢 心疼孙子赚钱不容易 然后儿子孙子呢 是八百年不去看老太婆一次 然后女儿孙女啊 这个因为心软 因为比较善良 回去多一些 还要百般的被挑剔 被刁难 被侮辱 被辱骂 被指责 那你说 就这样的 就是说 你说你的女儿和孙女再傻逼 次数多了 会不会让人家寒心了 人家就不来看你了 呗 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了 说 确实给大家读一下评论区的啊 我外婆五个女儿 一个儿子 然后呢 平时呢 都是我妈 我姨妈 我小姨 轮流照顾 就这样 一人三天这样的去照顾 然后一有人去看他 他就哭 说 这个儿子 就是我的舅舅 多辛苦 多辛苦 根本就不提 女儿照顾他 然后我小姨就说呢 不去了 不然分下家产 给他 过给他 他再考虑去 反正就挤的女儿都心寒了 一句好话没有 就 因为什么呢 这老太婆平时就一句好话没有 然后呢 另外一个网友说呢 那我外婆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儿子是几年不回来 看了个外婆一次 这次呢 我不爱工作手术 两个女儿 女婿赶回来 守全程 守夜都是大衣 大衣服 大儿子就回来守了一次夜 然后我外婆大骂 这个大衣说 你让我儿子守夜干什么 你不如不回来 然后呢 我外婆呢 是每个人回去看的 都要听他唠叨几个小时 一直翻来覆去 说他自己的悲惨命令之类 说到对方流眼泪才放过 这些老人都是儿女观的 然后呢 就是欺软怕药 然后另一个网友说 你看啊 跟我外婆一样啊 五个女儿一个儿子 生病就知道喊我妈 我妈都跑得累死了 也不心疼 我舅舅回来看他一样 心疼他 路上跑累了 然后呢 外婆呢 在我家住着 我妈呢 基本上顿顿都给他荤菜吃 最少最少都有鸡蛋 比我们家平时吃的好多了 结果呢 还去讲我妈啊 是什么 要讲我妈什么 不给他吃好的 然后我舅舅一回去 他屁颠屁颠 他就回去了 还要给舅舅做饭 如果说呢 做的不好吃呢 舅舅还要骂他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 你买不了这种 偏心的老人的好的 就是说你 你作为余孝的女儿 就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你余孝没有任何用 只会让这些不道德的 不做人的老人 更加的肆无忌惮的 做见你这个善良的女儿 就舅舅一听啊 不管是70后 还80后是吧 包括赵颖 就是那黄义姬他妈 赵颖 这你但凡 就是你是有点脑子的 你都知道 你们家其实就有中男青 你不用那么可怜 你那个啃老的寄生虫的 快50岁还啃老 还寄生虫呢 他就他那个弟弟 你说这缺姐一直 就是因为缺姐在城市里生活 是比较久的 当然缺姐也没在农村 真正的生活过 你不要拿农村男人 就是又养老 他又继承家产 那又又这个是 家里的赚钱的主力 你来看看城市生活里的儿子 你只要在城市里 多生活多留意 你就多观察 你就会发现 城市里的儿子 又不管养老 又不是赚钱的主力 又这个同时呢 又是消耗家里所有的资源 只要你这个家庭 是这个偏心的老人 有这种偏心的父母 那就完蛋 把家产 所有的家产都给儿子 甚至是 吸干了扎干了 这个女儿 来满足她的儿子 然后呢 所有的养老 包括钱都是让女儿 就这么敲骨吸血的女儿 所以城市里的女人呢 是最苦的 家务有权做 然后呢 这个育儿老更 这个男人 他又说 我是大男人 我不能这个照顾孩子 他又拿出农村男人 城里男人帮是拿出 农村男人的派头 不管任何的家务 也不管育儿 连赚钱的赚的 也不会比老婆更多 只要你看的这些 不管是他第一代 脱农的第一代 进城的 这种农村 进了城里生活的 这种第一代男人 还是他在城里 生活了好几代的男人 全都这样 又不做家务 又不带孩子 同时呢 赚钱还不一定比老婆多 不一定比老婆能干 所以说你在城市里生活 女人就得是多点心眼 你不能惯着男人 你尤其是不能惯着你那个 没有道德的 没有是非观念的 心都偏到太平洋 那边去的那个 不做人的那种老混蛋 尤其是你不能惯着 不管是公公婆婆 还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你都不能惯着 你惯不出好了的 只会让你气得这个 乳腺节节 子宫肌瘤 你为了你自己的乳腺 为了假装腺 为了你的子宫 你也不能去惯着 缺绝的这个老公呢 是有点惯着他那个 老混蛋的那个爹的 那确计把他 把他爹揍了好几顿 你不是不要脸吗 你不是老无赖吗 你不是老混蛋吗 你不是七转八硬吗 你为什么呢 确计亲眼看到了 这个老无赖啊 其实在外面 在车架上是非常之懦柔 非常之无能的 就是你在外面那么怂 那么弱 然后你到家里来 你这装活蛋 你装给谁呢 谁他妈捧你的场啊 那缺绝可不捧场 缺绝就有这种人 就是你对我什么样 我就对你什么样 来举个例子啊 缺绝的公公 你说就邻居大妈呢 就是人家嫌弃 你们家的这个松树呢 这个松针呢 落在他们家院子 他刷下的麻烦 然后呢 这大妈呢 就你说这个老头呢 他是不会做人的 你说你说几句 好听的话是吧 或者说你拿点什么 去给人家送点什么东西 是吧 你补偿人家这个劳动就行了 结果他呢 他就他就那么 他就只想着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付出 你就是无偿的 他就要无偿的去压榜别人 他习惯了这套思维模式 他这思维模式是错的 当你给别人增加劳动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去补偿别人 然后你就不会给自己制造大的麻烦 他不 他就他就让人家 多多的扫 我们家那个松树的 那个落下来 那个松针 人家就扫的就就烦了 人家就威胁着这个缺解的公共 说我们去 我去法院去告你一下 你把这树给我砍倒了 然后我们又算了 去请这种乏术公司 专业的乏术人员 要花几百欧的上千欧的 这个这个罚术的这个费用 那你说这点小事 我们就 你超缺解的这个工具 像惊弓之鸟一样啊 就慌慌不可终止 上家权一样 夹着尾关 跑到家里来 跟缺解说这事 跑到屋子里来 跟缺解说这事 我说这还不好办吗 我说立马就 就就就 就不断的 缺解就拿着自己的 这个园子里的这个苹果啊 就是拼命的送 送人家苹果 反正你也吃不掉 家里几十棵苹果树 当时住的那个那个那个房子 那我们就拼命送人苹果 送人栗子啊 送人这个核桃 就送人家 然后送完了之后 缺解就故意跟这个公公 就演个商皇 当着他老公的面 就是那个隔壁 邻居大妈的那个老公 就说我们说 哎呀这罚树要花多少钱呢 这钱怎么怎么麻烦呢 然后罚树万一怎么怎么 就会把这个院墙弄倒了呀 那缺解就故意的 过意的 演个人家看嘛 然后人家老头说 不用不用砍了 就就这样吧 那你想你把这么多的东西 送人家了是吧 人家但凡是个人的话 他也不会说 非要去法院去杠你去 这不人心不都是肉掌 不知道他是个正常人是吧 你别是那种求修及恶的 不正常的心里不正常的 那种那种那种恶逼坏逼 那是没办法的 这么缺解就就用了这个小小的这种 策略不就已经平息了一场纷争吗 这就这么简单 缺解的公共他就办不了 缺解公共他永远是把一件小事 搞得天那么大 就屁一串就无事生非 小事化大 无事生非 属于这种人 你在外面屁都不是是吧 你说我这么一个外国儿媳妇 我都能把这种林里的疚风能平息到 扼杀在摇篮里 你说你是从从小到的 你说你是种族是其他的种族 你是外国人吗 你是被人种族歧视的吗 你是不会说外语 不会说德语吗 都不是 他就是不会做人 他不做人 所以说缺解一直说 你的种族 只要你在正常人言语 你的种族也好 你的这个母语也好 都不是最重要 关键是你做人的老师 你做人得诚恳 你做人得学会 换位思考 得学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没吃亏 你不能占别人便宜 缺解公共不是 他永远都是无事生非 明明大家都很开心的事 他非要让你不开心 他非要穷穷极恶的压榨别人 他把别人当傻逼 他把别人当傻逼来糊弄 就非常让别人愤怒 就一点小事 他都是这样的 什么事都这样 缺解在其他视频也提过了 缺解公共干的那种 特别可笑 特别荒唐的 就那点 那点就是说他不付出 他还拼命的要压榨别人 缺解就提过他干的那种蠢事了 就这种蠢人 蠢人本质就是坏 他就内心他就坏 而且他根本就看不到 说再往前走 你会吃亏的 这种傻逼他会看得到吗 就是你要跟别人吹 非要让别人不舒服 不开心 别人惩罚你 别人让他们跟你过不去 你不是吃亏的吗 他想不到的 他永远都要给自己制造过端 然后他就跟缺解吹 什么他这也搞得来 那也搞得来 然后什么谁都对他很好 缺解一看 谁对你好就你这么做人呢 然后你为什么 你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50年 你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你是外国人吗 你是不是不懂这个德语吗 都不是 你又不是其他的种族 你又不是不会说德语 你一个朋友交不到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缺解公共呢 他是因为一个朋友交不到 他只是把这个缺解的婆婆 牢牢抓在手心 缺解婆婆是个傻子样 18岁你就早恋了 可不不那你就很早的 你就被这个老男人吃定了 然后你所有的三观 都是按照这个男人的利益 他给你这 PUA你的洗脑的 灌输的这种错误的观念 然后这个缺解婆婆 他没有摆脱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 他这辈子 他就欲望 他不开心 乳腺他就节节 他就得乳腺癌 他就早着 66岁他就死了 他就被这个老男人 这个老屌子 在农村 是有孩子有老婆的 这种二手的老矮子 给吃了一辈子 就是你说 缺解的公公 缺解的老公呢 还要去 惯着他 那缺解就不惯着你 所以说呢 去先搞定自己的老公 然后呢 就搞你这个公公 啊你说 你说我他妈 我这是 我是躲不开你啊 如果说我躲得开你 他妈你要是卖 开菜的 或者开菜店的 卖菜的 或者说你是网友 他妈我不答应你 我拉开你就行了 就是这种 你躲不了 他怎么办 你只能把他干党 干饭为止了 那只能这样 这种 这种不要脸的 这种老混蛋 真的是 没遇到缺解呢 缺解 我得好好助理 你看啊 还有网友说啊 你看我爷爷啊 这个专门呢 就找了这个新的老爸啊 非得是让这个 我的叔叔炫耀 这个他儿子都有钱 怎么怎么着 然后外人呢 肯定都说 挺好挺好挺好 然后我爸呢 就生气嘛 就是给他找了 后妈妈就不去了 然后呢 就医老卖老 反正就是恶心 孩子 让孩子心里不舒服 这种老人 真的是不讨人心 就是你说呢 在这种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 笑得也特别盛行的时代 而且呢 国家体制啊 就是很多这个孩子呢 是在这个体制内工作的 很多老人呢 就从小到大就威胁 说我去你单位去告你去 我把你家桌子给你掀了 我去单位找你领导去 包括缺景的这个 这个死爹都是这样 威胁缺点 你说你要是现在的 以后呢 就是如果是你的子女 不是在体制内干活的 他是在这个什么自营的 他怕你去他单位 就是怕你去他单位 去找的那什么领导 去告他什么 他不怕的 你大不了你去法院 去告他去 然后你经过一系列的 这个法律的程序 你也就会闹了 一个月给你几百块的 这个 这个抚养费 而且呢 就是说现在是什么呢 法院还不会强制执行 就是子女受判了 说给他几百块 那他可以说 这个给下月不给 或者说一两年 他就咋的不给你 那你再去告计吧 他就让你去告计 如果说你把孩子 就是在以后 这个孝道是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什么呢 孝道是在农耕社会有用 怀疑那就是脱农的第一代 就是缺解的父母那一代 是有用的 你说现在 这个时代有用吗 没用的 然后呢 这个网友在评论区 很多都是这种严重的 这种重男情侣的 严重的 这种偏心的 所以说呢 就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确实也看这种老混蛋 是吧 就不做人的老混蛋 你真的不能惯着他 你惯着他只会让你自己 就是你这个善良的 你付出多的 你吃亏的 这个孩子呢 你是肯定会气出乳腺结肌 气得你这个甲状腺 气得你这个子宫肌瘤什么的 而现在的 就是已经在做父母的 你在孩子小的时候 你也不要想着说 在以后的网络时代 你可以一手遮天 是吧 然后你选你的那种 垃圾的父母 或者垃圾的爷爷奶奶 垃圾的外公外婆 去那么的 就是对孩子那么偏心 然后呢 你这个孩子还愚笑 是吧 不可能了 完了是在大家在网上 这么一公开一讨论 互相呢 这个交流 这个对付这种 老混蛋的这种心得体会 这种经验 互相一交流 互相学习 那你说 你现在 你种下了恶的因 以后你是要承担这个恶果的 这就确实 为什么特别看法 那葱花呢 他就蠢 他就是读书太少 你说你读书少 是吧 最起码你上网 你能看到了 你也不是不识字 是吧 他不看 他就让他活在他自己 把错误的那个执念力 偏执 又偏执又愚蠢 你就看这种人 蠢人 你就不得离他远点 你就跟他保持距离 你要把他屏蔽 把他拉黑 再不能搭理他 很多这种蠢人呢 尤其在现在也是的 网络是的 以后你是要承担后果的 这个后果是你老年七场的时候 子女都不搭理你 你被你惯患的儿子 肯定 因为他理所当然 他就索取型的人格 提修型的人格 他是肯定不会回报你这个 就是偶心沥血 自我感动 自我牺牲的 这个傻逼妈的 然后呢 女儿呢 被你这寒烂心了 然后被你从小 就是克扣了所有的 这种关爱呀 照顾 鼓励呀 所有的连自尊都不给他 你顶多是给他一口饭 让他吃饱了 嗯 然后呢 很多的风险 让他置身于风险里面 然后呢 你呢 还要在他这个 在外面受了轻复的时候 你还要对他啊 伤口撒盐啊 这个落井下石 你想对孩子 他长大以后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 在这个网络时代里 他有可能去赶啊 用孝道来约束他自己 不可能的 这个孝道只在农耕社会和脱了农的第一代 算是管用的 你在脱农的第二代算是不管用的 包括缺姐就是脱农的第二代是吧 属于公二代 管用吧 不管用的啊 缺姐以现身说法来说一下 你不要再做梦 做梦说我用孝道来约束 我就专门的压上我不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专门的 这个去宠着我那个我喜欢的孩子 专门的去那个惯怀我的喜欢的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你就别做梦了 你思想必须得转变 就是啊 如果是呢 这个听了确切广播的 是脱农的第一代的 或者说呢 你们家里啊 就是你 其实你很清楚 你们家里重男不重男轻女 是吧 你就不要惯怀你那个老混蛋的父母了 老混蛋的公婆 你也不要惯怀他 你还是得学会什么呢 跟恶人 跟老混蛋 这个 想出这些整他的 想办法制约他 你得约束他 你不能惯着他 就是老混蛋 你看上老混蛋的父母了 你他上老不要脸的这种 老坏逼的公婆了 你就得是找他 你不能惯着他 他不会感激 这种人往往是有精神问题的 什么精神问题 自便性人格扎 这种老坏病往往是有自恋性人格障碍的 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是谁对他越好他越整谁 谁对他越好他越害谁 那你说你说他不知道感激的这种人 你用什么什么招手都误化不了他 所以你就必须得整他 这不是缺血教你们学坏啊 不是啊 这就是你 别人对你什么样 你就对别人什么样 然后呢 你也不要在你 如果说你是父母的话 你也不要在你自己的子弟中 制造这种不公平的 这种关系 因为在网络时代 这种不公平的家庭关系经常被讨论 你说你你你你制造家庭的不合干嘛呢 啊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合合不合的不好吗 大家都感觉到在这个家庭里获得了温暖 获得了公平的待遇 哪怕你穷可以穷 但是你不能不公平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做人 什么叫做人老师啊 做人老师就是公平老师 你公道 你客观 这叫做人老师